好近年来呢是全球刮起了一阵绿能旋风 不论是消费型电子的产品或者是电动车 大型储能设备都极度仰赖电池需求 目前国内的化学人才大多数都投入到半导体的领域 因此就有离电池业者看上了台东大学 希望在能源转型之际来抢先市场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风气兴起 在台湾也刮起了一阵绿能旋风 从家用的电子产品、电动车 甚至是大型的电能储存设备都需要仰赖电池 因此电池需求势必会有大幅的成长 而国内相关业者也开始布局抢人才 其中就有公司看上了正吵着绿色国际大学迈进的东大 在目前化学人才都被半导体吸走了 所以我们在电池这个平台希望能够更吸引优秀的化学 或者是绿能产业这样一个人才的基地 所以也跟台东大学这边希望能够未来至少每年可以有十个以上的学生 能够投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市场发展的需求 那目标我们也希望能够到百人 那因为我们未来在全球的这个授权布局上面急需要 各界的那个所谓的学生跟年轻学子以及精英的这个参与 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发展的一个人才培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 对于业者目前在全球进行了布局 校方也希望透过合作关系 让校内的师生可以借此到各国学习增长见闻 我刚刚听到这个投资长刚讲的 就你们现在有授权到挪威的澳洲的或其他几个国家的 事实上呢就很适合 所以学生有说到那边去你们培训一下 这边你们进去你们的产局创建院区嘛 到时候来来做的话呢很多学生可以学习 老师也可以参与来回国内外的一些事情都可以一起来 随着各个产业的绿能转型 国际能源署预估在未来30年 将会衍生出4500兆美元的市场 因此相关企业开始积极布局 而人才方面大多数都已投入半导地震产业 于是业者想抢占先机 转向东部看上了台东大学 接下来能否借由产学合作培育人才 这结果令人期待 记载前轮 台东市报道